接着地方的一文消息要告诉大家的是 能高百年回顾展即日起在花莲市浩克文化会馆来展出 花莲市长魏嘉贤表示 在台湾第一支踏上日本甲子园球场比赛的球队 是来自花莲的NOKO能高团 能高棒球队的实力坚强 由于战果1925年在日本棒球界造成轰动 也编定了台湾东部棒坛在海外的发展基础 而花莲港新建和发展更促使着 东部的原住民族汉族和客家人 透过台湾水运交通进而发展到岛内的移动 今年是能高团成立百周年 花莲市工作希望透过回顾展的方式 让社会大众更深入了解能高团的历史 也让大家可以认识在地文化历史的发展进程 我们很难想象到100年前 当时候原住民的身份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其实是不太被重视的 而且是被欺压的一群 那当时候 林贵心他算是我阿咒的兄长 那当时候他就是把在光复的时候 看到原住民的孩子投球非常有力道 灰集的部分也非常有力道 他就把这些孩子组织起来 变成了一支球队 那慢慢的也把花莲的一个视野逐步打开 甚至未来有的花莲港 甚至有未来有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建设 那其实我们要谢谢能高棒球队 这一支存原住民的一个球队 让大家能够看到花莲 那也让所有的原住民 能够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得到的很大的重视 现场有能高团相关的历史介绍 刊展能高团的文献 家属回顾访谈 还有妇科能高团求衣求帽的互动区 市长威家贤也欢迎市民朋友来参观展览 认识能高棒球队 这次展览即日起到2022年的2月28号 地点就在花莲市公所后方的浩克文化会馆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 发送到1011年的3月1日